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显示不存在孙世华被殴打和羞辱的情况 通报当中说 当时民警态度 声音 行为和语言有失文明 已经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这则通报只字未提孙世华在派出所被强制要求脱衣检查一事 广州律协10月13号也发布通告表示 华林街派出所民警在孙世华律师办理业务期间存在行为失范 态度不当 言语有失文明等情况 不过这则通报称 暂未发现存在殴打羞辱孙世华律师的行为 孙世华当天发表两份声明 对广州警方和律协的通报分别作出回应 他在最新的声明当中表示 与广州律协暂未发现殴打和羞辱情况的弹性阐述不同 广州警方对孙世华被蓄意构陷 强力施暴 脱衣羞辱等核心关键问题 仍继续否认 声明指出 广州律协与广州警方的最新通报同日相继发布 定调相近 显然双方已经达成一定的默契 据报道 曾代理维权案件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孙胜武认为 律协受到当局撤肘 不可能独立于官方真正维护律师群体的权益 有评论认为 此事一旦被高层政治定性 就会像雷阳案一样掩盖真相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